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柯柯初来讲 我是主持人山迪 我是柯编乌玛 就我们刚才一直在想说 我们这集聊月亮 我们要怎么开场 就是可以让听众们带入这个情境 然后在聊聊的过程当中 我就跟山迪说 不然我们来讲一下Don't Look Up 就是Netflix之前那个电影 山迪没有看对不对 对我没有看 它其实比较是属于 美国的一个政治的讽刺喜剧 对然后拍的讽刺喜剧 非常好也非常好 我蛮推荐可以看的 就是看了你不会失望 然后我觉得结局也设定的非常好 但是我之所以会想要 从这个带的原因是因为 它其实有萤幕啊 是彗星已经穿破大气层 那就要掉下来了 对就要掉下来了 所以那萤幕一直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原因 是因为其实我们也很常 在聊月亮的时候 我们很常说 如果像古时候在讲到天有一照 或天有二照的时候 常常会讲到说 天狗十月就是所谓的月时嘛 但我觉得月时反而对我来说 在我的想象里面 它不是最可怕的 不是最可怕 那最可怕的是 我觉得是月球离我们非常近非常近 这个比较可怕 因为我刚才会讲到Don't look up 但它最后的结局 就有一幕就是彗星 就是它好像有点小小爆根 但它重点不在这 就是彗星已经穿破大气层 那个很大的心体离我们非常非常的近 所以我就想到说 如果哪一天月球失去了 跟我们之间的那个引力的关系的时候 它突破大气层 接近地球的时候 我觉得那是人类恐惧的极限 天哪 真的耶 光想象就觉得很可怕 对 是不是 就是你可以想象说 因为我们现在在看天空 它是开阔辽阔的 对 所以我常常在想月球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月亮是一件很美的东西 在中国的一些古诗词里面 在讲月亮的时候是很美的 还是玉盘是玉兔 对也是大家就各种情感的寄托 对没错 可是当你想象说 我好像有梦过类似的梦 就是月球离我们非常非常近 那我就一直想说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恐惧的一件事情 可是的确我们有时候就会看到说 某一天的或某一个时刻 月亮好像就是特别的大 对 对 那是美的 因为还是有距离 对 还不至于到那么近 我觉得最恐怖的是 你可以看到月球的 我们现在看着有点二滴 就是平面感的感觉 对吧 可是当它在你眼中变3D的时候 那就是最可怕的时候 哇 那真的是太近了 我天啊 我为什么开始要讲那么恐怖 我现在又开始觉得好可怕 对 好啦 可是其实我们关于月亮的很多传说也是有 我们在讲到月亮之前 其实大家小时候一定都有一个记忆 就是我们用手指月亮的时候 不可以 耳朵会被割 没错 没错 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它就是一个 可能比较没有什么科学根据的一个传说而已 对 它可能有一些意义啊什么 可是我觉得大家认识月亮都有不同的角度 对对对 对 那我们今天呢 就要大家从所谓的听文学的角度来认识月亮 对 究竟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月亮 它背后有哪些相关的科学知识 今天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 没错 那在进入我们今天主题之前呢 让我们一起跟着柯宝家族去冒险吧 Go 这是一颗从来没有来过的全新星球 不知道在这个星球 能有什么样有趣又新奇的旅程呢 前面是在举办什么宗教仪式吗 不知道跟地球上的宗教仪式有什么差别 诚心向月神祈祷 你们的愿望终将实现 月神 我记得这颗星球应该看不到地球的月亮才对啊 难道是属于这颗星球的月亮吗 是谁打扰我们的祈祷仪式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是来自地球的柯宝 我们也有一颗月球哦 什么不可能啊 骗人吧 无需讶异 月神法力无边 必定会照顾不同宇宙的居民 你说的是有不同颜色的月球对吧 据说你们地球人 还会因为月球的形态变身成妖怪呢 呃 那是狼人的传说啦 不是真的啦 不过最近才刚有血月呢 到底为什么月亮会有不同的颜色呢 让我们跟着主持人山迪 乌玛与这次的来宾 台北天文馆记者 许晶毅老师 一起寻找答案吧 Go 听完科宝家族的冒险 让我们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北市天文馆记者 许晶毅老师 欢迎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再一次欢迎我们的徐老师 其实我们这个录音啊 跟我们上一次的占星学 就隔了大概十分钟吧 没有二十分钟 因为我们录完占星学之后 精疲力尽休息了半小时 就马上接着来到了月球 没有来到月球 老师刚才在就是我们在聊 手指月亮会被割耳朵的时候 一直在旁边偷笑 因为真的啊 就是手指月亮被割这件事情 我小时候真的好像有经历过 就是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以前就是不怕死 就是想说啊 反正指一指就不会怎么样 当时的我就已经有科学素养人 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呢 我去指月亮的时候 隔天早上起床 我就发现我耳朵被割出一条红色的东西 就想说哇靠 这么显灵的吧 这个后来隔几天又去再指个一次 结果发现又被割 真的假的 我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然后后来我就干脆每天指 结果渐渐的就再也没有被割 免疫 对 接下来就免疫了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开始为什么会灵验这件事情 我到现在还是非常匪夷所思 就是从科学角度来讲 它应该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就是说你如果以这样子来讲 天天指月亮的人可能不会只有我一个 那天天每个人都被割耳朵 太多了 我觉得老师很有趣 山底你还记得老师在占星学的时候告诉我们说 他没有在相信占星 对 他说占星没有科学 可是老师对于手指越岸被割 好像有一种执着 他好像有点相信这一件事情 对对对 就是为了要证明他是错的 所以我要去做这个科学实验 那我们知道科学实验不只是经验法则啦 因为经验法则 就像我们之前一直在聊的经验法则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直觉是对的事情 或者是经验中发生我们觉得对的事情 有时候透过科学去验证的时候 它不见得是对的 它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印象因素 对对对 对那其实我们要把这个就是怪力乱神的领域 再拉回我们的所谓的天文学 比较科学的领域 我们就是老师刚刚说的就是他的一个经验分享 对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看坊刚的时候 就是在设计这个题目的时候 就在想说 其实在我们离那么近的月亮啊 我们好像一般人比较少想到这个问题 就是月亮到底怎么来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今天来请问一下老师 那月亮到底怎么来的呢 月亮怎么来的这个问题啊 不是很少见的 是很常听到 很常 在科天文界吧 没有 不是 其实在差不多14世纪到17世纪这段时间 有很多人 不是只有科学界的人 是一般人也会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当时也没有什么样的论证 就是觉得说 因为怎么说呢 那个时候是科学革命 或者是天文的东西 渐渐起来的发展的时代 那月亮是怎么来的这件事 也是一个其中一个问题 那在当时并没有办法去支撑 所谓的月亮怎么来的 去怎么解释 可是到了19世纪20世纪开始 渐渐的真的有人把这个当做一个科学题目来做了 就他把它当作论文来写 所以在月亮的发展 其实从过去到现在总共有四个说法 一个叫做母子说 母子说 母子说什么说呢 地球伸出月亮 地球的屁股蹦出一个月亮出来 然后甩出去 然后接着就维持 支持这个说法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阿波罗11号还有12号还有14、15、16 这些带回来的月球样本 发现里面的元素都跟地球的非常相近 所以这个说法就支持了 不过有一些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如果月球是因为这样甩出去的 那请问一开始地球的转速 应该有多少才能够把这么大一个东西甩出去 竟然是这个问题吗 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那地球的屁股在哪里 我想到的是能不能多伸几个 地球的屁股在论文里面是有的 太平洋 整个太平洋之所以这么深 就是因为月球喷出去了 哇塞 好像没有 但是真的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 转速要多少才能喷出去 如果按照论文的计算的话 那个转速要是目前的四倍 一天有六小时 那人类会被甩出去吗 一天只有六小时 转超快的 转超快的 所以这个是当时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 对 母子说 再来是兄弟说 变兄弟了 是有一个更大的猩猩 同时喷出了地球跟月 没有 在形成太阳系的过程中 这两个星体就是地球跟月球 同时一起在附近生成 然后刚好被拉走 那这样的情况形成这个兄弟说 有很多的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因为这个登月的任务 带回来的样本就是觉得 因为他们既然是附近的东西 同时形成的 所以他们的长相应该要相似 类似 对类似 所以这也是一个支持他的论点 那另外一个是 如果是兄弟说 他的破绽 那他的破绽是什么 他的破绽是太平洋有怎么来的 你看刚刚前面一个有解释 因为屁股对不对 他的屁股噴出去 可是如果是兄弟说 那你怎么来这么大一个屁股 这个太平洋也太深了吧 那形成的过程当中的缺陷吧 对 如果这是一个可以解释的点 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他们真的同时形成 他绕的方式应该是平的 但是实际上 月球绕地球是有点斜的 大概5度 有倾斜大概5度左右 这个就没有办法解释了 因为如果是按兄弟说的方式的话 那应该是要 他的旋转面 要跟地球的旋转面 应该要相同才对 但没有 所以兄弟说 一样又一样的 被摒弃掉 也不能说被摒弃掉 就是放在一个存疑的位置 再来是陌生人说 陌生人 陌生人 偶然相遇 他们用好多的关系 对 他是偶然相遇的 怎么样偶然相遇呢 地球在原本的轨道上转得好好的 突然月球从这里经过了 经过的时候我就把你拉住了 我也是没办法 恐怖情人 我的重力就是这么刚好 会把你拉住 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就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月球绕地球 是几乎近乎圆形 如果是按照从远处把它拉过来的 它会变成一个椭圆形 即便经过很长时间的洗礼 它的椭圆也不会变得这么圆 而且它的琴角可能会更大 而且这没办法解释一个问题 就是老师刚刚一直有讲到说 他们的组成是有一点点相似的 对 那么巧抓到一个真自己相似的 这么巧抓到一个刚好 你是我失散多年的兄弟 对对这太难了 这有点困难 但也很相土居 对对对 所以后来就有第四个论点 最终大家相信的是这个最终的这个 它是经过电脑模拟所跑出来的最终 有可能达成这样的结果 什么样的结果 就是古时候在地球刚形成之初 那个时候地球还在各种东西都在撞来撞去 然后在地球同一个轨道的地方 在地球的后面 有一颗行进速度比地球快的星体 而且大概跟火星差不多大 这颗行星 原来的行星叫做特伊亚 用英文的话是Thea 那这颗因为它走得比较快 迟早会撞上地球 那撞到地球的时候呢 是以特定的角度 它不能是刚好从赤道撞下去 如果从赤道撞下去 你我现在就不会在这里了 它撞的角度要非常正确 最终它喷出来的那个残骸量 会在地球附近绕啊绕啊绕 一开始如果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 你会看到地球有环 因为都是碎片绕着地球转 所以地球是有环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过程 持续一段时间 大概4000万到6000万年 这些残骸统统集结起来 变成了新的月球 然后呢 因为这次的撞击 地球的倾斜转转 就完了23.5度 然后还顺便形成太平洋 然后顺便形成太平洋 它同时解释了很多事情 它同时解释了很多事情 首先第一个是 它的元素成分跟地球很接近 因为它是从地球喷出来的 再来禽角的问题 为什么它的撞击之后 地球会是歪的 然后还有它撞的过程中 因为这些残骸 它的形成速度是不规律的 所以它不可能完全处于跟赤道同平面的情况下在转 所以最终就得出一个什么 白道是5.2度左右 反正就是它有一点点倾斜 可是又没有那么倾斜 而且它又很符合 因为它要绕着地球转 所以必须要是圆轨道 所以一次解决了太多问题了 所以大家就开始相信 这个学说叫做大壮极说 这应该是现在比较主流的论述 但是它也有缺陷 不是说完全没有缺陷 只是说我现在没有办法用很简单的方式 去讲出它的缺陷 我也觉得这个大壮极说 有解决到我刚刚想到的 就是它不管是母子或是兄弟 它应该可以产生不止一个 好比说不止一个儿子 不止一个兄弟 或者是你随机抓到不止一个陌生人 都有可能 但大壮极说的话 好像就的确形成一个是有它的道理在的 这样子的话讲一讲的话 我很好奇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土星它有很多卫星 那地球有曾经存在过跟土星一样的状况吗 还是我们自始自终 就是只任月球一球 因为这个是连续性的现象 你没有存在于那个年代 你是不知道这个状况的 所以土星现在有缓对不对 我们推测它大概在一亿年到两亿年之后 它的环会全部消失 会只留下它的卫星而已 就是因为这些卫星 这些环上面的东西 迟早会凝聚在一起 形成新的卫星 火星就不一样了 火星有一颗卫星是火尾 另外一颗是火尾 其中有一颗比较近 它最后可能会被扯开 变成火星有环 火星有环这件事情 大概六千万年的事情 所以整个太阳系的运作都是动态的 不是说永久都是这样 以前月球可能是环的形式 但是现在就我们现在观点来看 月球已经是一颗卫星了 它已经把附近的长海 通通都吸光光了 所以就只剩下月球一颗了 那过去它可能有没有环呢 我不知道 但是的确有可能 就在壮人的当下 按照这个理论 因为很难去验证 但按照这个理论好像它是合理的 所以它在周围绕着这些星体的状态 有可能是被撕裂的 也有可能是很多碎块融合在一起 其实我们之前有聊过 就是天体运行论 那我就很好奇 就是说那像是月球 我不晓得是不是跟引力有关系 就是月球它真的只有受到地球的引力所吸引 因为它就是绕着我们转 但是我们旁边也有其他的星体 还甚至可能会受到影响到月球的 是有可能的吗 首先你要影响到一颗星球 你的质量应该要比它大 所以要影响到月球 那你必须要是比月球还要大的东西 才有可能去很大 很夸张的影响到它的运动 否则的话它大概就是 有点像被蚊子叮的感觉一样 我今天发射一个卫星上去烙 烙月球 你可能要烙个几万年 几十万年才会改变它的运作 那就不能算 很微小 对而且很微小 那就不算有改变 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 像有时候一年到头 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新闻说什么流星雨 对不对 那些流星雨都怎么来的 就是有时候是彗星 有时候是小星星 那不管是哪些东西 那些东西一开始不存在于太阳系之间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 有可能是木星的引力 有可能是土星的引力 有很多可能 所以你说月球会不会被影响 会 但是就我们目前的状况来看 很难看出所谓的端倪 因为你不可能木星突然出现在月球旁边去拉一下 不太可能 这个就会很噩梦你知道吗 对就好像刚刚一开始 节目一开始讲了说什么 月亮它如果越来越近的话会怎么样 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的台北天文馆的YouTube频道里面 其实有模拟过把月球拉到跟国际太空站一样近 那会怎么样 有模拟 就是模拟为了只是让你看看 如果它这么近会发生什么 会看到什么样的月球 并没有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告诉你 那我这边可以告诉你 就是如果它真的这么近 我们沿海城市都不用住了 因为光每天的潮汐就是1000公尺高之类的 你可能要到阳明山以上才能住人 而且要山顶 观音山也不行 那不够高 每天的潮汐光是吃不消 对就吃不消了 天哪好可怕 那后面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因为如果月球离得越来越近的话 那我们的地球地表也会因此受到一些加热 因为一个近的东西在拉扯的时候 它不会只拉水 它会拉所有的东西 包含地球内部的热火山 岩浆什么的它都一起拉 所以一下它如果在右边的时候 它就往右边拉 在左边它就往左边拉 所以整个地球就会变成就好像在捏团子一样 捏捏捏捏捏 最后某一个地方会爆 一定不可能永远都包在那里好好的 所以如果真的月球到这么近的时候 一定会有很大的问题 而且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你可以放心 因为月球现在离我们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为什么 它被别人影响吗 月球现在 它是被甩出去了 它处于减速 它处于减速的动态 那在减速的过程中 因为要符合一些物理定律 它必须要出去 每年大概往外三公分左右 虽然你会觉得三公分好像很少 可是当你把这个年拉长到几万年的时候 你会发现现代人可以看到的东西 未来不见得看得到 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日食 对不对 当月球越来越远的时候 你就再也看不到日食了 日食是月球挡住太阳 可是当它越来越远 月球就变小 变小它就完全挡不住太阳了 所以未来的人是看不到日食的 他只会看到日环食 而且它的环就越看越大 最后变成甜甜圈你知道吗 我好奇一件事情 我们刚才提到就是月球离我们很近 对 会有一些灾难发生 但是如果月球离我们很远 对我们有影响吗 它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吗 还是说其实我们现在有些东西 是因为有月球在 我不知道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 其实我有看过网络上的评论 他就是说 适合去想想看没有月球是怎么样的状态 有差吗 对对对 他们提到的是 跟地球的自转轴是有关系的 就我们现在保持这个倾角 其实是跟月球的力量是有相关的 所以当月球不灾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最左晃右摆这样子 所以没办法维持平衡的概念吗 对它有点像是压仓物的感觉 在船上有压仓物让它比较稳定 一个定锚的感觉 它是一个定心丸 像火星就没有这种东西 火星旁边的月亮太小了 它的火会会让它转轴 从正25度到正15度摆来摆去 这个角度已经不是很普通了 我们地球它的变换角度只有23.5到22.4 所以非常稳 就是因为有月亮在那边 有月亮在帮你稳定转轴 所以不会这样动的那么夸张 可是这个动物在我想象中 它应该不是一个很 就是它当然是一个很大幅度的动 可是对地球人来说它会有感觉吗 它会造成什么影响啊 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因为地球的倾斜 跟我们四季的变化是有关系的 会不会这样子我们地球改变了之后 对于我们一些 四季很不稳定 天气易变 会嘛 我们转轴在不会变的情况下 就已经会有天气易变了 比如说冰河期或是煎冰期这种 气候很剧烈的状况的时候也是有的 那即便在没有转轴变化的时候 都有这么剧烈 那你想想看转轴变化剧烈的时候会有多惨 所以说 因为我们的地球其实有一个环境叫做行星风系 这个行星风系会因为转轴的角度的改变 对 比如说北大西洋暖流啊 整个洋流系统会因为行星风系而改变 对 那你现在习惯的贸易状况 还有船的路线会因此的改变 对 然后行星风系会改变你的天气 原本是绿洲的地方可能会变沙漠 原本是温暖的地方可能会变冷 这种都是有可能的 那包含一些生物的多样性也会因此改变 所以其实转轴变动 对我们目前生活的环境来说是有很大的影响 蛮严重的耶 它这么重要耶 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 你知道就是以人类的身体来比喻的话 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盲藏般的存在 都可以割掉是不是 对对对对 所以它其实就是狼尾嘛 那所以我现在就觉得 诶 这样听下来 地球跟月球这样的系统 它对于人类的生存 它其实影响蛮大的 很重要 天呐原来是这样子喔 因为我其实刚刚一直很想要开一个玩笑 就说可能就是诗人没办法写诗了 就是你知道因为月球一直是一个在文学创作里面 各种不管是小说也好 那或者是说诗词也好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 对对对 所以我的思考就是一直到这个层次 但你们这样一讲我真的觉得有点可怕 月球不要走 其实也没有啊 不要动 有很多诗人也不见得都是找月亮啊 是啦是是 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 我刚才能想到的程度 大概就到这边 对对对 但原来这么重要啊 那我很好奇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看到月球是只看到一面吗 还是其实我们有看到它的背面过啊 如果是站在地球上面的人是只有看到一面的 只有看到月球的59% 不是50% 有很多人会认为说我们永远抓着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但其实不是 因为月球会有点稍微的晃动 就是左右这样子动动动 就看起来你很难分辨它有动 但是你长期记录你会发现它有动 它的摆动幅度其实不多 大概你可以看到59%的月球 那这个现象我们把它叫秤动现象 秤动现象 月球落地球其实不是完美的圆形 它是椭圆形的 所以一定会有某一个 某一面会突然加速一点 然后你就会看到它左边 它又减速一点 你又看到它右边 这是第一个状况 第二个状况是 你如果想要看到它的背面怎么办 只能派太空船去拍一张照片 所以第一张照片是苏联一个无人太空船去捞拉它背面拍出来的 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 其实我们人的肉眼是没有办法看到月球的背面的 都是拍照回来的 所以它背面跟正面应该是长得差不多都是坑洞 不一样 背面跟正面坑洞数不同 背面的坑洞数比较多 正面的坑洞数比较少 但是正面的坑洞数比较深 比较大 范围比较广 那有很多科学家在研究这些成因 其实有很多原因 就是一次说也没有办法说完 比如说因为月球一开始转的状况 其实跟地球不是等数 如果是按照前面讲的大壮迪说 那在转的过程中 它不可能从一开始就直接牢牢的被地球抓住 都永远同一面 它是被减缓才变成现在这样子的 所以也就是说以前可能月球的转速 有自己的转速 可是它渐渐的被地球拉住了 就它只能固定同一面面对地球 那实际上月球现在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对地球做同样的事情 也是在地球转速也是慢慢变慢的 地球在三亿年前 它的转速一天是21小时 现在是24小时 这是互相影响的问题 但是我们之所以会看到现在月球这样子 就是因为在演化的过程中 它渐渐的被地球减速 以前你是可以看到它背面的 也就是说以前月球在古时候被撞击的时候 那种比较大岩石状况下 它是从还在古代那个时候 还没有转到定格的时候 它可能背面先被大的东西撞到 因为你要想清楚 从地球上面要喷出大的东西去撞它应该比较难 通常都是外面的东西撞过来比较容易 所以比较大的先第一波撞过来之后 然后它渐渐的转到面对地球的时候 停住了 我们看到就是大的那几个状态 可能是这样 这只是其中一个理论 这是其中一个理论 后面就会只剩下那种小的撞撞撞撞撞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月球 看到那些以前学过什么阴 什么阳 什么海 那些就是比较大的坑洞 对都是比较大的 就是它撞得比较深 然后它有玄武岩石的 因为岩浆大部分都是黑色的 就是它冷却以后就是黑色的 所以在月亮表面上 你看到比较黑的地方 我们就把它叫做海或洋 因为以前认定就是 在科学还没有那么发达之前 觉得它那边有水 所以比较暗的地方 就把它定为洋或是海 其实我们刚刚有聊到一件事情 就是月球跟地球之间的关系 就是它对我们地球 现在的生态系统的影响是很大的 就是原则上它是有一个 蛮大的一个影响的因素在 那我就会很好奇一件事情 就是说其实我们有时候 好像在白天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到月亮 那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因为月亮它自己不会发光吗 月亮它因为离我们很近 所以它反射了太阳光 其实按理说 如果你真的站在月亮下面的时候 你站在月亮上面 比如说你现在假设你自己是阿姆斯状 你看到的月亮是怎么样子呢 你有没有看过烧过的木炭 就是那个白白的样子 那个就是月亮的颜色 你觉得它暗还亮 暗呢 亮的话就会觉得它应该是火红 你如果觉得它是亮的就不可思议 因为它真的很暗 就是用那个有一个反照率 它的细数只有0.15 所以其实是非常暗的 那为什么这么暗我们还看得到呢 是因为它太大了 就是就天体的概念 它离我们大到可以这么亮 而不是因为它反照率高才这么亮 所以它的亮度相当于什么 你把一个蜡烛 一般的蜡烛 不要特别去找那种妙用的那种超大直的 就是一般的蜡烛 在点火的情况下 你距离它一公尺 这个距离看到的亮度 就是月亮的亮度 那还蛮亮的 其实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影音跟蜡烛就能够产生那个亮度 但是距离问题啦 最主要还是去 如果你今天这个月亮再远一点 你可能就会看到它非常暗 哦 適当的距离跟大小 对 还是跟刚刚讲的恒星 或是行星什么的 它们的亮度还是跟距离有关系的 那之所以白天可以看得到月球呢 是因为它绕着地球转 不是24小时的 它是29天 应该说它绕着地球转 算是27.3天 那也就是说它有面对着太阳的时候 就是它跟太阳同一面有没有 有 有机会啊 所以在太阳同一边的时候 你就有机会看到在白天的月亮 那当然说你如果跟太阳是直线的时候 你就会发生日时 按照这个thinking你想想看 如果它一个月就绕一圈 那我们是不是每一个月都可以看到一次日时 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 但不是 刚刚有提过 月球它绕着地球是有一个倾斜角 所以要刚好命中这个直线 有点困难 而且还有一个特定区域 因为月球很小颗 所以只有部分的影椎可以投射在地球上 所以你要看到日全时或是日环时 真的很不容易 除了刚好直线要对位 你还要刚好在那个定点 所以不是说一个月就会发生一次 没有这种事情 原来如此 因为刚刚听老师讲 觉得好像月球的旋转轨道是差五度 五度也不是一个很大的角度 倾斜角度大概是五度 机会蛮大 但是要对到完全直线 对 因为月球跟地球的距离有38万公里 你去乘的时候 我们虽然这里有点可能不太适合讲数学 但是你想想看直径是38万 然后乘一个晒五度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值的地方可以差好几万 不是只有地球半径而已 这样就会差很多了 对 这样就会差很多了 老师刚刚有讲到说月球绕地球的一个周期 所以它会有一些时间的变化 让我想到的是我们刚刚在讲恒星 讲行星的时候 我们会说其实每天我们看到的行星 它位置可能跟前一天会有四分钟 那是恒星会跟前一天有四分钟的差 对 有四分钟的差 那月球的话一天大概会差差不多 你想想看喔 29.3天它会绕地球一圈 对 那你去除 嗯 一个月大概就会差 每一天就是差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你要分成24小时 嘿 那你去除 大概一天会走十几度左右 十几度 今天看到你今天看到它在这边 那你隔天就要往前四几度 这样子 哦 所以它每天 如果我们是固定时间去观测它的话 它的位置是会有变化的 所以这就是以前中国星秀的由来 嗯 星秀为什么叫星秀 因为月娘在这个地方住了一宿 哦 所以才有十二星秀 嗯 二十八星秀讲错了 嗯 二十八星秀就是因为 哎一个月里面 他今天住这一天 隔天又住另外一间 隔天再住另外一间 一个月下来总共住了二十八间 就是这样 哎呀 羡慕 最终得出二十八秀 这个女王大人 我们现在要得到一间都不容易啊 好 我想一个问题 也想问一下就是刚才Sandy有讲到说 有时候月亮看起来会比较大 就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 因为它为什么月亮会看起来 在某些时候 它不只是月圆不月圆的问题 它有时候看起来真的是特别大 好像离地球特别近 这是因为距离有改变吗 因为有时候你看一些名嘴的节目很有趣 它说什么某些现象又跟地球 超级月亮怎么样的 它又离我们好近了 它比我们以前卡要靠近三万公里 你听起来好像很多对不对 因为它平均是离我们38万公里 然后分之三 你就觉得三八分之三 哇 十二分之一好多 然后他们有告诉你 这每个月都发生 每个月都发生 每个月都会发生这一次的 因为它总有近地点跟远地点 每个月都会发生一次的时候 你却在讨论这个问题 这就是很奇怪 就是说今天这个月有发生 那怎么下个月也没发生 上个月也没发生 是怎么回事 这个就是节目为了趁热度 而找出来的一些话题 因为它并没有告诉你后续说 这每个月都发生 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 就是因为月球绕地球是椭圆轨道 所以它总有近有远 而且这是规律近的 会发生的 像之前大牌长龙的事件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到这时候 大牌长龙的事件是买卫生纸吗 不是 长龙货运整个卡在运河 然后大家都过不了 是这个大牌长龙 对这个长龙 好 这长龙货运当时被卡在那边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就是在涨潮的时候 就很适合把它挖出来 可是这个长龙货运硬据也很好 就是它搁浅的时间点 刚好是在上弦月 就是还没有那么夸张 你要怎么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满潮效果 就是满月的时候 然后而且那一次还刚好是 超级月亮发生的时候 什么叫超级月亮 就是整个月里面 距离最近的其中几个月份 大概两个月份 其中的两个月份会是超级月亮发生的时间 超级月亮大概多近呢 就是距离地球 这个月亮距离地球36万多公里 那平均来讲是38万4千多公里 那它如果进到36万 它对潮汐的引力会稍微大一点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它可以把货运 就是这个长龙货运的水位吃满 这样的情况下 它要把它挖起来就容易多了 当时我不晓得 有没有针对这个部分 去探讨过这个问题 对耶 像这种时候 就是一个很好的天文教学时间 对啊 所以说 其实这是很常发生的一件事情 它并不是说那为什么 那是每个月我们都看得到超级月亮吗 还是说它有时候它并不是我们这里可以看得见的 因为超级月亮是一个后来产生的名词 它其实只是代表90% 如果我们把那个38万4千4百公里当作100% 你把它乘以百分之九十几 我已经忘记那个精确定义到百分之九十几了 但是反正就是36万多公里的时候 它把它视为超级月亮 所以一年里面可能只会有一次超级月亮 也有可能会有三次超级月亮 最多三次 就是你要近距离到36万多公里 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很容易 它在计算的过程中 还有它移动的过程中 就是按照这样的规律去做出来的 所以超级月亮 你说有没有每个月发生 要去看一些资料 可能知道它距离我们多近 去判断它是不是超级月亮 你用肉眼是分不出来的 就即便它已经是一个椭圆形的轨道 但是在这个绕的过程中 也不是每一次跟地球的距离 就是好比说近地点就是多少公里 因为地球月球是一个系统 它的中心不是地球的核心 它的中心是偏月球一点点的 还在地球里面的中心 所以它是偏着的 所以整体月球跟地球是 以遵守那个直星在转的 变成说月球就以不规则的形式 绕着地球转 原来如此 所以才会再特定几个月份 有近有远这样子 不会每个月都一样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了超级月亮 就是对于我们在观测月亮的时候 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特别 或者是很有趣的一个经验 但其实有另一个经验 其实也蛮有趣的 就是有时候天有异象 月亮会变成红色的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月亮变成红色的有两种状况 一种是单纯的就是 它在离地平线很近 我们可以看到夕阳对不对 或是看到日出都会是接近红色的 其实月亮也会有这样的效果 只是效果没有那么明显 不显著 对不明显 但是曾经有一次 我记得是去年吧 台北市的天气不好 然后空气又不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看到月亮居然是红色的 就非常有趣 我会有印象 跟悬浮威力有关 就是跟悬浮威力有关 那是大气造成的 人为造成的红色月亮 这是非常不好的 如果是天然的红色月亮的话 就是月圈死的时候会发生 月圈死的时候呢 因为地球挡住前往月球的光 那按理说它应该要全黑 因为既然光都被挡掉了 可是呢地球有大气层 地球的大气层就像是一个透镜一样 它可以将太阳光折射 那经过太阳光的折射 到达月球的时候 它会留下来的光是红色的光 因为在穿透的过程中 偏蓝色绿色的光 会被地球的大气层所吸收 所以穿透力比较强的红光 它就会持续前进 投射在月球上面 所以最终你看到月球 你会觉得它是红色的 是这样的原因 原来如此 其实我觉得刚刚老师讲到大气层的 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我们在观测月亮 就是在观测星体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是受到大气层 以内的事情所影响的 对啊 我记得之前就是在网路上 看到别人拍不同颜色的月亮 我都觉得那就是根据它当天的 那个空气瓶子状况 对对对对对 因为它就是你知道人看到 我们看到月亮的过程当中是视野 过去如果可以把它有进程的话 它其实在每一个进程里面 都有不同的影响因素 大气层内会影响你看到的东西 你大气层外 天体的运行也会影响到你所看到的东西 对啊 老师刚刚说就是 我们在月食的时候看到的月球是红色的 那是因为大气影响的关系 所以即便我们今天不是在大气层里面观测 我们到国际太空站上面去观测 我们在月泉石的当下看到月球也还是红色的 对如果是像那些国际太空站的人 他会看到了月泉石 也会是红色的 因为他受到的是地球大气层的干扰 对 所以你今天站在外太空的时候 他还是受到地球大气层的干扰 所以才会因此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去找找看那个国际太空站 他们也有YouTube频道 他们有犯过那个月泉石的时候 在太空站上面看到的月亮也是红色的 甚至他之前还有把日食的时候也弄出来 日食的时候月球会投射影子在地球上 他们把那个投射在地球上的影碟都拍 就是用连续摄影的方式把它拍下来 太酷了 完全不懂学校 他还会动 就是整个阴影还会动 对 而且他们的照片就不会受到什么空气污染的影响 天呐 我觉得这一节我们真的了解好多 就是我们想要了解月亮 尤其是我超级喜欢就是月亮形成那一段 我觉得那一段真的是解决我 就是长期以来的一个就是突然冒出来的困惑 对 因为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这件事情真的蛮有趣的 而且真的解释了蛮多事情在里面的 而且不只是知道他的成因 也知道了说月球他现在对于我们的影响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你知道刚才在就是我回到前面老师刚才在讲的 其实说地球跟月亮这个系统啊 它非常重要 因为它其实就直接牵涉到说我们要去了解说我们所居住的地球 它为什么适合人居住 那我们刚才就有讲到嘛 就是其实地球之所以适合人居住 其实月亮也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就是有点缺一不可的概念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 那其实呢我们节目现在录到现在呢 也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 但是我们也知道关于月球太多事情还是蛮值得我们去做探讨或讨论的 譬如说刚刚老师在前面的内容里面有讲到上弦乐下弦乐啊 它也有它有趣的知识点 那或者是说潮汐啊等等的 这些都是跟月亮有关的一些影响因素在里面 对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真的是受限于时间的因素 没有办法跟老师多聊 其实上一次的占星树跟天文 其实有很多很多想跟老师聊的地方 对没错天文有趣的事情实在是聊不完呢 那我们还是就是等听众敲完让老师再来一次 大家用力敲吧 用力敲完好不好 好啦那我们节目到这边呢也差不多要告一段落 一样啦我们还是要呼吁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评订留评论订阅加留言留起来 让我们告诉我们说你可能最喜欢哪一集 或者是最喜欢老师讲的哪一个段落 甚至是呢如果你真的跟我们一样很喜欢老师讲的内容的话呢 也可以留言给老师鼓励或者是敲碗呢 让继续让他继续上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多多跟我们互动交流哦 对那在这边呢要跟大家说拜拜咯 大家拜拜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